1.2.2.3 挑戰 這裡是碎獸,然後超級 那這邊我基本上帶打級 因為我這會觀一定會用打級 好那前面就是先把黑狗舞陽的技能給存出來 就讓他打吧 啊 應該不會死了吧 對他有沒死 然後存出黑狗舞陽的時候 再繼續存看能存幾個火盒 好我的 我的安多快好了 好那這邊可以先 泡他一個回合 然後攻擊力不要做太大 好這個時候我安多就跳起來 好 然後這邊就是做全體攻擊 看能不能一波把他帶走 好剛剛一波帶不走 那這邊就是補星珠 然後連暗珠 好那這邊比較特別一點 這邊我相信 他是頂 他打 打不夠我兩組暗珠 然後 這邊就是這樣 然後我把他打死之後他就會 打他叫 叫復活 好 好 這邊還有CD 今天叫他開黑狗 好 好這一樣把他打死 好 這一樣把他打死 好這邊就是打 一樣把他打死 好這邊就是打 一樣把他打死 好這邊就是打 一樣把他打死 所以到下一個王關還有兩回合可以移用 好這邊就不想浪費大家的時間 直接開 開魔羊出來 打到這一關 然後這邊就是這樣指定 因為我剛剛太過磨癢 所以我現在要磨回合 所以我現在要磨回合 好這邊我也有點小失誤 Fuck you 好這邊 這邊小魔女是一定要打掉 因為小魔女打一通 可是我這樣子做 可能還在那隻以為 好不說耶不說耶 那這個人就是這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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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要稍微...有點...就是...耐心一點 因為這邊一定要先打死一隻 這樣子的話...就是先打死一隻之後留一隻 這樣才會比較好打 然後...以及純技能 這邊我開...黑狗...開模擬黑狗 因為我一方面要回血 這邊想一下路徑 所以我想好了...這邊開安桌 然後...就是...也要小心一點 不要去碰到...不能消的珠子 好...這邊...這個...光...光鎖定女王應該是死定的 好...那留...就留這一隻 然後把安多... 安多...跟那個...黑狗魔王的資源給洗回來 那這邊只要...一直注意消... 他...那個...他...你被鎖定的那個珠子...不行了 這邊也沒什麼大礙 嗯...他是鎖哪一刻啊... 嗯...他是鎖哪一刻啊... 嗯... 然後...那河洞 我剛剛抓編一塊... 換所以... 換一個 Palmer 告一看 對... 招一牌... 這邊就是...慢慢打 騎到... お方... 這邊就是...慢慢打 你看待在那邊... 喔... 好,這裡差不多可以打N解的掉 然后再一个把鱼杀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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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下一關會有藥君仙龍 那一關是基本上不用開任何技能 好,這邊就是旁邊那兩隻也要打死 好,那這裡就用手動轉的方式 好,那這裡就用手動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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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星珠 喔,星珠好多 好,那這裡差不多就把你殺掉了 好,這邊就是當你轉珠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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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會發現說 就是有風化珠 好,這邊先開黑狗魔羊 然後,開打擊 好,就上面那一顆 好,這邊就是 做當合合最高攻擊 然後,拉 然後,拉 然後,這些就是留到下一盒的 好,這邊開奧迪 然後,開夜景 然後,再開安桌 然後,注意看一下喔 他是哪一顆 好,我彈到哪一顆 還好 如果他是 如果他是 在你路徑上 那只要做一個斜轉 做一個斜轉 那他 就可以 就是不用走那一條路徑 然後,combo 數會 減少一些 減少一到二吧 那沒關係 那這邊 就是 過關 減少一到二 其實也沒什麼關係 因為我剛剛 我剛剛 只有第一隻 第一隻 然後第二隻 超死的 那這些combo數 減少一到二 也不會有什麼影響 該死的,還是得死的 好,那這邊就是暗隊打法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